两个人的关系可以随着时间的沉淀 慢慢从陌生走向熟悉 然而最近三年张先生却发现 已经和他一起走过了33个春秋的妻子 突然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妻子毫无征兆的变化让张先生很不解 可当调解开始 妻子蹦出的一句话更是让他大感意外 张先生怎么也没有聊到 妻子此行来的目的居然是要和他离婚 那么秦女士提出离婚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是从2020年之后发生了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这个老公不适合我 2020年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会让秦女士如此绝望 甚至决心要给这段婚姻判死刑 而一旁的张先生对此又为何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究竟是秦女士太过敏感小题大做 还是张先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对此调解团队的老师们又会作何评价 他们之间最终会分道扬镳 还是重新携手迈向幸福 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 不被理解的离婚理由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李津平 欢迎李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秦女士和张先生 我们先了解两位来金牌调解的诉求 今天特别感谢我老公 还是配合我来了 主要是从2020年之后发生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这个老公不适合我 我就想不和他过 你跟他提过吗离婚这件事 不敢提 他有很尽量的反应是肯定的 好 张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没有啥诉求 真的是配合他来的 对 你来之前知道他想要离婚吗 这我都不知道 没想过离婚这个事 没有 没有啥问题 因为他刚才说他害怕跟你提离婚 那我不知道 也不知道 因为他最近几年也就说 啥想的他都不跟我说 打电话他就要就不接 要就接那他就不说话 要就是发脾气 你知道原因吗 没得啥原因 就是更年期的原因 谈及矛盾 张先生觉得 他们夫妻之间不存在什么问题 完全是妻子更年期 情绪不稳所知 但在秦女士这边 问题已经严重到要离婚的地步 他直言 一切都是从2020年开始 这一年 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 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2020年 真月我们要修我们自家的工作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二月我婆婆就摔跤了 要照顾婆婆 住院 三月份我回到家 我就脚就烫伤了嘛 我自己去修房子 摔下来又把内服又摔破了 没人照顾 这事接着事 对 在五月份嘛 家里漏水嘛 我就把房子翻了 周围的邻居 就是欺负我嘛 我都不敢和她说 因为她一直以来 她就不帮我 自由承受 张先生常年在外工作挣钱 家里大小事务 一直以来都是秦女士 独自承担 她又要像男人一样 修房修路 应对外来麻烦 又要像女人一样 照顾老人 处理家务 自己因此还接连受伤 2020年对于秦女士来说 就像是历劫 而丈夫的不理解 不关心 让她心里的委屈 是一层叠加着一层 直到年终 张先生回到家 她的一个举动 让秦女士 隐忍许久的情绪 彻底爆发了 12月的 她回家过年 我就要忙嘛 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帮我 把两条鱼 两个鸡 我说你帮忙 已经处理得差不多了 只要把它清干净就可以了 她不干 她就板着那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就忍受不了了嘛 我就动了手 打了她了 我辛苦了 2020年 这么一年下来 到那个时间 我真的没办法 身体已经拖揽 我90多斤了嘛 那时候只有70多斤 承受不了 我打了她 她火了 她就打了我的脸 在我们那个地方 打了脸 就是对我 人格的误了 因为她那 从那起 性格特别固执 一般的情况 沟通不了 你看她前面讲的 就20年那一年 从开年 好像就一桩事 接着一桩事 而且都是烦心的事 啥烦心的 张先生不觉得是烦心事 我已经出门 20年了嘛 家里都是她做的 她这个我们呢 也就可优秀的 可能干 你会主动去帮忙 或者承担吗 她就 过性比较强嘛 你去干 她也不那个 不满意 不议她的啥都干不成 你母亲生病 都是她照顾 她得照顾了 一二十天 她都还是可以 她一天都没有照顾 去她都不能换嘛 后来她受伤了 你照顾她吗 我没了家 我跟她打电话 她不接 她也不说 翻修房子 跟邻居发生矛盾 这个你知道吗 知道 我们执政说 有些事就不必要 跟人家吵 活起身材嘛 她心里会有一种 没有人支持我 我没有人可依靠的 这种感觉 有些事 就问她 她也不说呢 好 人在外面 我们还有理由 回到家以后呢 那肯定就顺着她了 你有感觉到 你回到家以后 她有什么变化吗 也没有什么特殊变化 她真的说 她心烦你 我要躲开一点嘛 不躲 她拿着啥东西 就把你身上砸 你还手了 比她没办法的情况下 她连过来拼你 我七十多斤 她还手我 这时候我不对 不应该还手 但是她连过来 我砸多都躲不了了 她的意思是 脸是绝对不能打的 打了是对她最大的一个羞辱 那下控制不紧 秦女士 动手 确实不该 但张先生表示 这都是自己 情急之下的应激反应 可这一巴掌打下去 偏偏打在了 秦女士的脸上 如此一来 事情的性质 就不是夫妻吵架 打架那么简单了 在秦女士这儿 已经上升到了 人格侮辱 这一严重程度 而且这样的伤害 并没有就此结束 秦女士说 没过两天 一位不速之客 一通意外来电 让她和丈夫之间的矛盾 持续扩大 而丈夫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犹如一把尖刀 刺向了她 就接着只有一两天 她的侄女就来拜年 拎得有东西 东西拿来之后 她的嫂子就给她打电话 就说有五百块钱的礼金 这个礼金是 她的侄女给我们 请我们去她家吃酒了 她就给退了 这个钱我觉得应该要 你单方面退了 对我也是一种羞辱 我就说了两句 她就说我不配 不值 她就是羞辱我 所以最终所有的点都归到 你觉得在她心里 她是不尊重你的 对 她实际她已经领会错了 她实际她是怎么呢 她把那个东西 子女拿来的东西往外丢 你不说我会丢吗 你不丢我我会丢吗 不用这么 就是那个礼金 我二嫂子比较扣 钱到她手里 她应该她自己转给我们 她给我打电话 讲这是 我怎么说叫她转给我呢 我说哎呀 就算了 只当我搁她红包了 她就心里不高兴 她就把她送难题来的 这个礼品就往外丢 说你这个怎么搞 你自己想你当师妈的 因为生气了 你当师妈的 你配不配当师妈 当长辈的 你往外丢 她把所有你说的话 你的行为都归结为 你是不够尊重她 你是羞辱她 她有事就是说自己想的 一些小事就记在心里 也没有多大事 听起来就是她在自尊心 这方面她是有挺高要求 对 一直以来就感觉到 但是在那个时期她就说 正在那个跟养妻的时期 就爆发了可能厉害 张先生强调 妻子一向敏感较真 气性大 喜欢抓着一件小事上纲上线 但在秦女士看来 这些并不是小事 丈夫从未尊重于 肯定过她为这个家的付出 反而总是揪着她的痛处 一直攻击 她说呢 她说你挣的钱在什么地方 她说她在外面挣的钱 我没有份 我被她压垮了 丈夫的话句句戳心 刺激着已经做了三十年家庭主妇的秦女士 要强的她不甘被丈夫这般对待 于是她做了一个决定 从那以后到今天 这个三年 我没用过她一分钱 我自己打过 没有她我过得好 虽然自身经济负担加重 但秦女士觉得 自己在丈夫面前 我的更有底气和尊严 就这样 时间一晃两年多过去 秦女士觉得 是时候直面 她和丈夫之间的现实问题 我也知道 这样讲下去也不好 她就说呢 她那边要文 要做事 我也想了想 也就说可以 这一去 秦女士期待着丈夫 通过这两年多的冷静反省 能有所改变 可现实再次给了她猛烈一击 去呢没几天嘛 工地上就有一个工人 就把她的工具拿走了嘛 下班呢 别人没有把工具还给她 她就骂了我 工地上那么多人 她就说我没有把 拿她的工具的人记住 我也就和她吵了 这也没有多大事 只剩人家借的东西 我就说 你跟圣地乎伐出去的吧 她说 不是我 那得到哪儿去了 那一下干活急的声音 说话肯定声音大一点 那有啥问题呢 我就做了个 做了噩梦 就是梦见 他们就欺负我嘛 醒来我就给她说 我刚一说 她就吼我 吼我为 没有自身 过一回 我就失望了东西 我就回到我家了 就到今天 看到没有沟通的希望 鸡脚这些干啥 做梦嘛 你有啥问题 他就心烦了 就拿着拳头就找我 张先生不是会那种 第一时间说 哎呀你做噩梦了 别害怕别害怕 没事没事 不会这样说是吗 有时我们这个男同志 也不可能说 想这么多 所以你看张先生 那你这里一切都很正常 一切都没有问题 有问题也是很小的问题 你看可是在他这里 他已经认为 没希望了 没希望 去你工地上 你知道他心里想的是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不知道 因为他有事他自己想的 他也不说 不奇怪吗 他怎么突然出去要打工 就是我在外面那天 21年2022年22年 这两年就是在外面挣不了钱 他就是他愿意这样的 不是因为受了气 或者心里有不舒服 不是因为跟你这边关系不好 不是这样 所以你压根不觉得 你们的夫妻关系出问题了 没有啥问题 他只是他一个 就是一旦那个 他心里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在你这里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啥问题 他一直是这种性格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 当他这次到工地上去帮忙的时候 你的心态还和从前是一样的 那肯定是一样 对待他也还和从前一样 那肯定是一样的 一点也没有做出调整 那没在意 因为我说是 我钱都在他手里 他想怎么搞 我又不查 他又不问他 你钱怎么用呢 明白 这一切都是站在你的角度来看 而你可能没有过多地去想 他看到了什么 他想到了什么 在张先生的意识里 自己身为男人 负责挣钱养家 经济大权都交给了妻子 妻子仍要因小事计较 甚至提出离婚 这是他不能理解的 只能说是妻子太过敏感 小题大做 正是他这样轻描淡写的态度 让一旁的秦女士 越来越为自己感到不值 2020年之前的事情 我都想过来 觉得这个人太不适合我了 2020年之前 秦女士都经历了什么 和如今发生的一切又有何关系 说到这儿 秦女士不得不先提到丈夫的 一个特殊身份 当初就是因为考虑到丈夫的感受 也不想让他人看笑话 秦女士说 三十多年来 她可谓是忍辱负重 处处挡在丈夫前面 她的姑父 到我们家来骂她 我就把她的手一牵 我说人已经到我家里来了 你再怎么不用离管了 正因为如此 她也希望丈夫能够加倍地 关心呵护自己 没想到丈夫反馈给她的 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冷漠 这份冷漠也彻底击垮了 她想要维系婚姻的信心 皇上皇的三十年 是一条寻找答案的新路 一路寻找 一路成长 一路繁花盛开 三十载坚守 风华正茂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现在通过金视频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 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 就可以和观察员们 零距离互动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现在继续进行 她的控制力太狠了 她回到家里了 我是做事 她是打牌 我想休息一下都不可能 或怎样 你还没做饭 你都不做饭我吃 你可不可以就是我不做呢 那肯定要做 她到了家里 从来不给我做事 有一次 我说你帮忙把一点肥料 弄到地里去吧 她说 我又没有吃一颗玉米 我就不给你弄 有一年 我在地里干了六天 她饭也不做 她自己就去买了零食吃 我就把那几根萝卜 吃那几根萝卜 就在家里玩手机 这是一种夸张 她还会这样呢 她实际是什么样呢 她不会承认的 她说的啥就是啥 我不能辩驳 辩驳又是有问题 你觉得是她夸张了 还是其实压根没有这回事 这是她一种夸张 也就是我记不到 有也不会这么夸张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她主要还是打牌儿的话 每一次回家 除了打牌儿没别的 再就是像 每一次在工地上 快要回家之前 前几天就给我说 这一次回来没有钱 只要打牌 钱就出来了 我平时钱都搁她了 我这也一定要小用钱 她说的2021年以后 确实就没回去钱 工地上都赚不开 平时跟她赚一点点钱 她都不收 包括她生儿的那天 我跟她赚一万块钱 她都不收 她就从这几年 她总在我名前 就是结果没有钱 我没交钱 2020年 那一年是50岁 我是8月份的 你是3月份出门的 我在家里 这么一年 我又摔又烫 我又照顾婆婆 你就我过生日这一天 你就不回去 那个事情雨情 你8月份可以回去 因为我这个工地上 做天工 你回去一旦 他在工地上干不了 自己就承受了三 我毕竟跟人家不一样 她是上门女婿 从2020年之后 突然间她说 说我不配不值 就觉得自己 对 你挣的钱在什么地方 这样我突然间 我就返到以前去了 想到过去那些人 很不值当是吗 对 自己多年的付出与隐忍 换不来丈夫的关心 更得不到最起码的尊重 齐女士决心离婚 可是对于她的这个离婚理由 张先生似乎还是不能理解 他带妻子始终如一 偏偏这三年 妻子发生如此大的转变 张先生认为 一定另有原因 张先生认为 妻子心态的变化 和这两三年来 自己挣钱少了 有密切关联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他们的家人是怎么看的呢 调解现场 我们连线了秦女士的妹妹 我觉得他们完全就是走不到这一步 因为他就是我们觉得就是相互之间要多理解 不能太计较 是不是 就是过神的事过了的事就过了 就不要再老是记在心里 你姐夫告诉我们 他说感觉好像这几年 就是是不是更年期影响啊 是不是什么问题 好像觉得你姐姐就是特别严重 这几年就是有时候就是说 他想决定的问题 比如说他想干什么 那他肯定是要这样做的 别人劝导他的话 不是很好做他的工作 以前他蛮好说话 是性格很好的一个人 现在就是说比以前就是说沉默一些了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 就会变得很小心 就是有时候说话的话 会引起他的不高兴 然后会让他就是说又想起什么 他肯定现在呢 是记不上属于就是现在里面的 是的 就是自己走不出来 因为我姐夫这个人呢 原来他就是个很大意的人 本身就应该知道他是这样的 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我姐姐 只要不计较重新来过的话 姐夫呢 什么都没有呢 姐夫那边没有问题 他都可以调整 你看到他那个人 他不是和有的男人那种尖交句话 那种坏男人 是你不是的 是的 还是比较考虑别人的感受的一个人 在比较考虑别人感受这一点上 他对你姐姐做的怎么样呢 因为家人嘛不一样啊 可能就是少有疏忽嘛 因为我姐姐夫她是包工头嘛 这几年就是谁都没有挣到钱 对不对 但是我姐就老是认为 他没有给家里给多少钱 好的 好 谢谢你啊 电话里 秦女士的妹妹 对自己的这位姐夫 给出了高度好评 而当说到姐姐这些年的变化 妹妹的看法和张先生一样 都认为和钱有关 对此 秦女士不以为然 不管家人如何劝阻 她依然不为所动 我必须反抗 我不反抗不行 那么对于她们之间的问题 我们调解团队的老师们 是如何看待的呢 历史上一个故事叫 何不食肉迷 就说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皇上 很天真 有一次呢 他们这个国家大灾 百姓们都没有粮食吃了 都要饿死了 这皇上说 那他们为什么不吃肉呢 你不是那个傻皇帝 但是呢 共同之处在哪里 你不知道她的苦 你可能就会想 你为什么要连干七天农活呢 你为啥不自己做点饭吃呢 她实际是这样 我买的临时她不吃 不行 因为做田这个事情 我们赶时间 我没有时间吃饭 甚至说她也希望说 她这么辛苦 你哪怕不帮忙 你能给她送口热饭 但是你想不到 那几天 她可能觉得很难受 很痛苦 这样的老公 要来干什么呀 但是你很快乐地 在该玩手机玩手机 该打牌就打牌了 对这一切浑然不绝 你没有做好一个老公 该做的事情啊 你之前是一直在外面打工 前面2020年以前 打工作的还可以 钱转的比较多 所以说 秦女士 你老公可能是这样想的 就是为什么 20年以前你能忍 20年以后你忍不了了 是因为 她给钱给少了 她的家里面的 经济压力大了 她没有那么能挣钱了 所以说 你不能忍她了 您别摇头 我说的是 你老公可能会这样想 包括你们身边的人 甚至是 你妹妹 都有可能是这样想的 也有可能 她是觉得还挺委屈的 就像你妹妹说的 你认识她的时候 她可能就是一个 这样的人 可是为什么 你突然 你就不舒服了 你刚才讲 我经历的那些事 我都没说出来 我哪怕想 跟我老公离婚 我都没告诉她 你这个憋着 本来可能 真的就那么小的事情 会在你心里 发酵得越来越大 因为你没有宣泄 没有出口 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在旁人的理解当中 可能就会觉得 她在无理取闹 她打了你一巴掌 你就告诉她 你打了我一巴掌 你打在我脸面上了 我忍不了这件事情 你必须跟我道歉 你把话得说出来 你不说 你指望她回头来哄你 她也挺难的 秦女士能够突破层层阻力 来到这儿 您在践行一个词 叫勇敢 如果在过去的 几十年的婚姻里面 面对这个爱人 你也一次一次地 去勇敢地表达 你的需求和心声 你们不至于 到今天这个地步 而您的爱人 过去打都打不明白 骂都骂不行 他能够为了你想来这儿 配合你 所以这是我想 告诉张先生的 配合这个词 您如果在过去的 二十多年做到了 您俩也不至于 到今天这个地步 他当初跟你结合 入坠到他们的家 他是希望 能够找一个帮手 这个男人 他来到我家 他强壮了 我们的家庭结构 我也觉得 这个男人 入坠过来不容易 我要保护这个男人 我要保护这个男人 你用你的保护 把这个男人 保护得越来越好 但是这股保护 恰恰是他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不争取 不主动 不勇敢 不捍卫你的 罪魁活首 你的期待落空 再到后来 发生一些大事小情 你就有了怨恨 如果想打破这个局面 张先生你就要意识到 你老婆 她不完全是一个 又能干 又吃苦 又优秀的女人 她还是一个 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她是一个 这辈子都靠自己的 坚强 坚持 坚韧 去撑起这个生活 撑起这个家 为的 就是让那些 等着看笑话的人 不要看我笑话 别人说她优秀 她很开心 如果在老公的心里 我一个女人 我的优点只有优秀 只有吃苦 那只能说明 这个老公 做得不到位 为什么不让她温柔呢 你为什么不让她可爱呢 全场 我在什么时候 看到过 琪女士可爱的一面 就是当她说那句 我五十岁的生日 她三月份走的 八月份 她可以回来的 她不回来 她要的是你真正的 站在她的身边 就像我说的 配合她 陪陪她 证明她这些年 在家里的操持 付出 隐忍 妥协 坚强 没有错 很值得 你看她此时此刻哭 这个时候 你应该面向她 跟她说老婆 我懂你了 我今天懂你了 对 老婆 我说是 我有些事 就想不到那个 当我作为一个女人 勇敢地去表达 当我作为一个男人 尝试去改变 我们会有一个 很幸福的晚年 在心理上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是 我不计较对你的付出 但我计较付出之后的 回报 为了维护你作为上门女婿的 这个身份的尊严 她全方位付出 那事情就来了 我为你三十年 全心全意 全身心 忍辱负重 负重全行为你 你代我合 我就让你 搞个鸡搞个鸭 就这么小的事情 那怎么 就不能帮我弄一下呢 第二个 我们秦女士的特点 高自尊 这是你知道的人 你不去打别人脸 但她不知道啊 她也说 她说就是 你打她的时候 在混乱之中 她也不知道咋 可能就是手就过去了 然后打到脸上了 结果在你这 就已经羞辱人格了 那能行吗 你记住 你的观念 会决定你的痛苦程度 所以我们不能 对抱持的观念 过于刻板 第三个特点 才是你的根本 你说你被她控制了 她控制得你太难受了 你没有被她控制 你被你自己控制了 你太关注她上门女婿 这个身份了 你太想维系她的自作乐 所以你付出了那么多 所以你是被自己 对她上门女婿 身份的重视所控制 这就让你丧失了 情感支持 和情感宣泄渠道 比如说如果你不 你不那么维系她 你在她这受到委屈了 你可以跟你兄弟姐妹去吐槽 那我们张先生乐呵呵乐呵的 你那么轻描淡写 在她这里边 她就是觉得你不重视 我给你们以下建议 第一个建议 就是你们男人和女人 这个属性角色 一定要归位了 对待女人 第一 女人非常在意细节 你得关心她 第二 男人干的活 无论她多能干 还是不能让女人干 那么第二个是 你们之间 一定要有准确的表达 你只有把你的委屈 和你的泪水告诉她 她才能心疼你 你得把这个男人的 在你婚姻当中 生活当中地位 给她越搞越高 越搞越重要 而不是越搞越可有可无 跟我们老师 接着密室再聊聊 好吧 夫妻俩一个不会说 一个不懂也不做 这才让彼此之间 变得越来越陌生 那么她们之间 是否还有可能重见亲密 秦女士究竟还愿不愿意 给丈夫一次机会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一落座 秦女士就立刻表明了 自己的态度 不想跟她过 因为她这种状况 影响到我女儿了 我的女儿 嫁到这样的老公 我也难受 女儿如今已经三十岁 一直独自在外地工作生活 迟迟为结婚成家 是秦女士心里头 最大的担忧 她认为 是丈夫影响了 女儿的择偶观 所以为了女儿 秦女士也要选择离婚 但是这真的是 一个明智的判断吧 那女儿现在毕竟 已经三十岁了 她已经有了 自己的判断能力 她也出去了 看你老公 你不能以你的眼光去看 从这种大众的眼光和角度来看 你老公不是一个太糟糕的人 他们是不是都觉得你老公还行 他在外面他就打麻将 就是你不能因为说 他打麻将打牌 他有这么一个 你这位是缺点的东西 你就否认掉他的优点 赚回来的钱 他一心一同为了家 恰恰相反 离了婚之后 对你女儿来说 可能又是另一种影响 观察员希望秦女士 能够更加全面客观理性地 来看待丈夫的功与过 做任何决定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而此时 你已是另一边 为了能够挽回妻子 张先生诚恳表态 自己愿意做出改变 嘴不甜 手不动 心不细 是张先生三大致命弱点 但是虽有心想改 张先生表示 自己也有难处 因为妻子要求太高了 你愚行在家里 几个月之前 我跟他饭做得好好的 就他回来吃 对 他就觉得 你做得不好吃 我说那你说怎么做 我问他 他有事 我不说 有些不困地说 我想着那么那个 张先生希望夫妻之间 能够相互配合 关于这一点 观察员文艳 也在密室里 给秦女士提了一个醒 你不会表达 你不高兴也好 高兴也好 你憋在心里了 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如果你较真就过了 你把自己套进去了 就是自己走不出来 你走不出来 你也会把别人套进去 你的这个较真 他搞不懂 他就会觉得我很累 任何关系出问题 一定是双方都有责任 观察员文艳 一边指出秦女士的问题 一边也是想提醒秦女士 走至今日 不完全都是张先生 一个人的问题 那么对于自身的问题 秦女士会有所反思吗 最终她是否还会坚定地 选择离婚呢 让我们一起回到调解现场 品质生活 真选好物 大家好 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铁峰 您是不是一直睡眠不好呢 睡觉这个事啊 您还真得重视 睡眠差 轻的 口腔异味 痔疮加重 引发胃肠炎 严重的 甚至会危及肝脏心脏的健康 因为夜里是人体排毒事件 同时也是人体细胞代谢生长的事件 长期睡眠不好 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啊 草籍药糖酸道仁安睡膏 富含酸道仁 福灵 百合 黄金 桑肾等七种中草药 48小时慢火熬制 同时进行升平温补 互调互助 润肠胃利气血 助睡眠 内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层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订购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理想的睡眠 是一沾枕头 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 给做金山都不换 我向您推荐 草籍药糖 酸道仁安睡高 它是浓缩的 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同时进行升平温补 互调互助 润肠胃利气血 助睡眠 每瓶300克 原价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 值价169元 每瓶仅需29元 六层为一组 优惠套组仅有200组 建议多组订购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理想的睡眠 是一沾枕头 就能睡着 每天睡眠 能增加几小时 这样的睡眠 给做金山都不换 我向您推荐 草籍药糖 酸道仁安睡高 它是浓缩的 酸道仁精华 更好吸收 润肠胃利气血 助睡眠 不论青少年还是中老 都建议长期服用 高方采用文火慢炖 48小时熬制 每瓶300克 原价要198元 今天好物推荐给您 直降169元 每瓶仅需29 六瓶为一组 优惠套组 马上就要受空了 建议您多组订购 长期服用 赶快拨打屏幕电话 订购吧 欢迎回到 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密室环节 现在已经结束了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看一下 秦女士和张先生 现在有没有 什么想说的话 我就说这些年 一直也是 就算了 是 是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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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经骂跳咯 请女士 你得多告诉她一点 一个女人是你 就是一所学校嘛 你多教她 是教她 不是教育她 对 对吧 慢慢来 好了 可以回去了 经过调解团队的不懈努力 我们总算为张先生 争取到了一次表现的机会 那么回去之后 她做的如何呢 调解后的第三天 我们的记者 意外收到了秦女士 发来的信息 她告诉我们 丈夫已经在慢慢做出改变 自己接下来 也会积极给予丈夫鼓励 一段好的婚姻 一定是夫妻相互成就的结果 主动表达 主动关心 主动分担 关系里善于主动 才能拉近彼此距离 更加靠近幸福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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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